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慈依一直觉得他很完美 他不需要进步 这是慈依极需要进步的一件事 就是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完美的 无限可及的 不知道怎么才算是完美 不知道怎么是完美 我觉得完美真的怎么定义呢 你说不知道怎么样是完美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 你什么标准 对呀 什么是完美 看在哪街是啥呢 不处的生命 完美的定义不多 其实对我们人力来说 完美真的是个像 你在头脑中会制造一个完美的像 没有你的完美的像 他有他的 我就说带着情感 带着 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 就是有情的 亲情有情爱情啊 道义啊 这些都是情 那 完美也是个像 不完美也是个像 你只要敢定义一个像 就被控制 你就会追求一个到达那个像的 肯定会控制 感情这块就是定义了个完美的 对 这些修行就是当下去认可 当下认清实相 而不是去定义它是完美的还是有缺陷的 当下去认可的 认识真相 要知道你动真的好不容易 也挺容易的 只是你不要这样认为 其实什么事都容易 只是相对不动嘛 也没有绝对的说你能真的不动 就算你呼吸停下来你也在动 就是只是说相对于你静坐你不动了嘛 就是我身心不动了我盘着腿相对不动 哪做的时候怎么才能够被下脑 编个程序在自己的头脑 把自己当成一个电脑 你就像个电脑一样的 然后呢在打坐的时候就输入指令 输入一个指令就是说 在打坐的过程中我不会受惊吓 任何声音或者任何其他的动静都不会 惊吓到我 这种指令输入不断的输入 其实我们就是个程序 有些东西 你就把自己当成电脑 输入这个指令进去告诉自己 多告诉几次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的惊吓是来自于声音的 或者是别人的那你就输入指令就行了 有二根 如果是来自于图像的比如一打坐就看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图像的话那就第一是睁开眼睛打坐 打坐的时候你垂脸不要闭眼 就是一看见的图像就睁开眼 还有一种就是在身边摆护法身的像 就是开目光的护法的像 就是 还有就是齐请护法身 齐请 在打坐前就齐请 有的人还把护法身的就是卡片 相片就是转着放自己一圈 就放在自己的坐垫圈里 古时候有些人打坐在自己打坐的坐的 都没点一圈蜡什么的 以前没有电嘛 他会点一圈蜡也是 其实都是有时候容易恐惧啊什么的 你就输入指令就行了 就是我在打坐过程中 任何声响都不会惊动我 你就这样输入指令 就打坐前 坐着一上桌就这样 先想几次 两三次 坐在那里好像有一种声音一样的 嗯 嗯 嗯 对 嗯 一下 但有的也就是 对 有的生虚也会 也会怕惊吓 生虚啊 就身体气血虚 女的也会怕 但输指令是 有的人是管用的 嗯 就是 或者睁开眼 也是可以的 就是把眼睛 不是闭上眼 就是垂连 就是看着前方 就是 垂下来就行 也会好一点 嗯 每次受惊吓以后 有些声音受惊吓 一下子出了状态以后 你就深呼吸 一定要深呼吸 把那个气瞧涌 再 再做 一下子 一定要深呼吸 瞧好 把它瞧涌了 再上做 再做 还是尽量 尽量去安静的地方打坐 或者是 修法门的时候 就专注在持咒 或者念佛号 比如持咒 六指纳米咒 自己用耳朵听自己 念佛号的声音啊 就是打成一片 就是 还不听得念佛号 然后用耳朵听自己 念佛号的声音 如果你更专注的话 其他声音 根本进不了你的身心 嗯 那么就不可听 都听不见 嗯 刚开始我们散乱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照相的时候 这种打成一片的 这种修法 肯定要修 这么折腾几次 比如 静坐啊 修 身心不动啊 或者是 有耳朵听自己 念佛的声音啊 就是啊 就 断热话的就听 就是那种 修到那个专注里 就好像 完全就 你完全就是 就是这个修法本身 就是 还不断地听 听听听 念念 一两个小时 你完全沉浸在这个状态 这就是 打成一片 就是完全的 就 这种修法 你这样搞上十几次 二十几次 你就差不多 才有些定理啊 或者是 或者有时候 进座你要破到几个小时啊 你说一次也没有 这个真的是 听 你说我从来没进座 从来不接 但是说我就在 吃喝拉扎睡 心中做我少 我去 我去那个什么 我就可以 但我 我觉得对刚开始 着想个 又着想又散烂的人 这个真的打不到 你一定在坐地上 而且是你懂了事儿以后 以前我们百日足迹啊 以前我们也在那边公司 有过是那个 残讨大家 那个时候大家不是 不懂事儿吗 就是 好像都从地里边抓回来 对 回来 眼神还是 眼神还是 坐在那儿 看看心 坐在那儿 一会儿 借借屁股 一会儿 跑出手机 刷刷微信 这个当你懂了以后 再上座真的不一样的 这么胸套上 四五年 或者三四年以后 你还是珍惜这个 静坐的世界了 这就 这就为什么大家说 再闭黑官 我们不说话了 我们不串门了 第一次你肯定 你就去 你就爱说话串门吧 闭黑官还要说话串门 黑乎乎的有啥干的 然后他忍不住 他就像小孩子一样 但是他在过 他现在要是说真的 开始懂了破相 自己不自在 慢慢越来越长大醒 懂了 你再上座 他真的是不要 好好搞几次 很快就破完 你不能说 老师我前 上次我都白日足迹过了 然后我好几年了也没修正 上座好像不行 现在你上座 可能跟以前是不同的 你不知道 因为你的心性上的东西 已经成熟了 你总之要死到这么久了 总该拨个发芽了吧 是吧 四年前五年前 你上座不行 现在不见了你不行 就你懂事了嘛 开始真的知道破相 开始破那些 慢慢慢慢沉浸下来 就看清楚很多 很多你头脑里边 障蔽你智慧光明的那些东西 你不要不定下来 你看不清了 你这儿一直是 轰动一片 慢慢沉浸下来 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生气呢 我为什么贪婪呢 我为什么激动呢 你静下来 然后呢 包括你的角色 每个角色你都会 你看这个气满这样走的 为什么我生气这个角色 然后我把他定做 澄清下来 你都寥寥分明 你要是不再坐上看 你看不清楚的 甚至你坐上 我为什么伤心啊 我为什么伤感 伤心的收气 走到这儿了 然后呢 这儿还不舒服啊 心脏也不舒服 肝也不舒服 我慢慢停下来 我如如不度静下来 然后能量就充满到每一个地方 慢慢就敲过了 你静下来 你坐着坐着定下来 你才能这样子这样子 才调节自己 然后就慢慢就看清楚 看清楚自己 看清楚自己的时候 你在对外境的时候 做事的时候 你会很清醒 你也不会随便发脾气 你也不会怎么样 然后你好像就破效也快了 就是那样 就现在坐点上静下来 小时候不是以前不懂吗 以前上了坐点 你说这些没有 就像幼儿园小朋友 眼睛是这样的 一听那天 还也听 听完 又跑了 就那样 还真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说嘛 有的就算是坐着那 哎呀 坐好些 就是还乖一点的 坐在坐点上 裂了15分钟 就这样子 然后练了15分钟 好像是 哎呀我有感觉了 有感觉砸了 有感觉不知道破啥 不知道 就是你一看来 不知道 就没看了那个 但未来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 再打着共修 就不一样了 那个 共修 不一样 就不再打了 就不一样了 但平日 我们的养力 就很无差 就不一样了 那乱手 过去 全云 下来 到金融 我 都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真的 点 不一样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